许多民众喜欢到鲤鱼潭进行水上活动 日前有民众在没有申请的情形之下 在鲤鱼潭进行SUB独木版的水上活动 对附近经营快艇业者在水域使用区域上造成危险 管理单位表示 从事相关的水域活动必须在30天之前提出申请 如果进行危险行为呢是可以开罚的 许多民众都写非常喜欢来到鲤鱼潭进行水上运动 但是都不知道从事水上活动是需要申请 而且就有民众在鲤鱼潭中央危险跳水 针对目前的鲤鱼潭的水域游戏活动 我们已经有做相关的公告 包括它的种类范围时间跟行为 如果民众来到鲤鱼潭 它违反了刚刚讲到的限制行为的公告的时候 依照发展官方条例第60条 它是可以除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发还 业者也认为水上活动 如果能够注意安全是比较重要 但是在水域的使用上 尽量能够避与业者使用的区域 最多还是要申请嘛 理论上应该要啊 应该要申请了 不然这个是有危险性啊 又没有穿旧生衣 那就那个为华了 我们都有穿旧生衣才可以给它通行 给它出行 不然的话就是谁负责 对 安全一定要 还有旧生员保护 管理单位表示 如果民众想要从事水上活动 必须提出申请 只要从事相关的水上活动 一般都会同意 但是安全的管理 也必须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如果进行危险的水上活动 是可以进行开罚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道